現在這間房子的貨呢 如果還有貨的話 運氣要 至少要 三千兩百萬以上 一個月租金要多少 太多的單位 太多選擇了 所以就比較便宜 比較便宜 比較便宜是多少 大概五萬 大概五萬 這比較便宜 聊天室 不要鬧好棒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菜 我們剛剛看完了 中上等的房子 現在地產哥哥 要來帶我們去看一般 這個這個這個 你會怎麼稱呼它呢 這個就相當於是 二十幾年前最豪華的房子 那個時候我還沒出生 所以我也不知道 OK 現在在香港的價位 剛剛那邊你們 你是說中上嘛 那這邊的話呢 中下 中下 去到下下 可是我有看過那個 五千塊一個月的 是住一個廁所而已耶 中下小小 五千塊那種是 下下下下 喔 還有下下下 OK 那我們現在準備 下下下下下下 下下下下下下 下下下下 出發 好 我們現在要去看的地方呢 就是在這邊的房子 跟剛剛那個差 有一點點 多的房子 來看一下裡面到底長怎樣呢 就是大門一進來跟剛剛 截然不同 就這邊有一點小小的那個 菜市場的感覺 不過 不過也還好啦 這個已經是算很不錯的了 好 我們現在上來之後呢 一樣 要經過一個搭電梯上來 然後再去搭另外一部 因為它有分很多座 我們看一下 這邊跟剛剛的差別 欸 怎麼 怎麼設計都不見了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外面的長相 喔 香港很容易就是衣服都掉在外面 因為沒有地方可以掉耶 那我們現在趕快去看一下 裡面到底是長什麼樣子啦 OK 我們現在從那個 我們從電梯出來了 然後我們看一下 咦 怎麼跟剛剛截然不同呢 這棟木就這麼短嗎 然後就長這樣 然後兩棟是連在一起的嗎 好 現在我們畢強哥幫我們開完 我們要進去喔 我們進來了 其實看起來也是蠻大的耶 這個單位我看過耶 格局就有一點小小不同 我們來去看一下那個廚房好了 廚房就是長這個樣子 中規中矩 然後這邊是放冰箱的地方 呃 感覺有沒有覺得要玩還願了 各位 他也可以放紅酒嗎 其實這客廳也不大耶 電視放那邊 然後椅子放那邊 然後就結束了 然後這邊應該是餐桌吧 欸 這個廁所就是 正常的廁所 然後這個廁所是怎麼了 這是還願的一部分嗎 還是這是鬼屋的一部分 它沒有浴缸 它就是淋浴室的 這個房間更小了 麻煩那三位耶 你們三個進去比剛剛那個就更滿耶 這也是三房的嗎 對 這放得像一張單人床對不對 可以 可以 好好ok 這個房間大一點點 進去又滿了耶 然後這邊就是我的床 這邊至少有衣櫃啦 這邊內建式的衣櫃 很強的 喔 牆的衣櫃 就在這邊 但這衣櫃好像也不多 但通常香港的床下面都是可以放衣服的 喔喔喔 這邊有耶 然後這樣子對不對 這邊床已經滿了 阿免過來就是家徒寺壁 就是牆壁 那我們現在看第三間 第三間是主臥室 這主臥室就比較大一點點 可是比那邊還是小 可是這主臥室感覺就是放一個 就大床 然後也就結束了 然後它也有自己的衣櫃 然後呢有一個小小的化妝台 這化妝台怎麼那麼特別耶 是屏空的耶 這邊有廁所吧 喔 浴缸在這邊 好喔 我們剛剛看完這一間啦 這一間跟剛剛那一間的價錢 先講大小齁 大小是不是差不多 其實差不多 剛才看的那個是比較好畫的 它那邊只不過是多了工人房而已 那我現在要問了 租的價錢 我們先請教我們的1號 你覺得這邊租呢要多少錢 我覺得嘛 8千吧 8千 滾 滾 我真的很不想跟它講話 這是二港 我覺得它是 我也想講那個 很好 我們都有共識 然後我們請2號 我覺得你比較有一點sense 這裡我覺得是大概 挽留到2萬2頭 是不是有一點突然想罵髒話 有種烏鴉飛骨的感覺 烏鴉飛骨的感覺 OK 那我們請3號港仔 我希望等一下你出的價錢是OK的 你覺得這邊 跟我們上一間看的 它的不同 你給這邊租金多少錢 我覺得這邊應該有大概2萬6吧 那我們現在要公佈囉 它剛剛差點猜中了 差點猜中了 你說3號嗎 嗯 3號果然比較有sense啦 差3千塊 2萬9 跟他們差1塊一半 對 5萬5左右加1跟2萬9 這落差蠻大的 你們以為就是來個大殺價有沒有 1萬塊港幣 我跟你講香港沒有這個東西 1萬塊港幣 你去住天橋吧你 欸你在這邊啦 都不可以亂發生什麼行為欸 因為你這樣很容易就可以看到隔壁在幹嘛欸 好那我們剛剛講完租的價錢了 那我們一樣要跟上一個房子一樣 要公開買的價錢 那我們請我們剛剛就是 沒有什麼sense的1號港幣 欸 欸你又來了 你覺得這邊買的話是多少錢 我覺得600萬好了 600萬 我現在飛出去 大家掰掰 那2號 2號我們不多說 我希望你可以做好一點的 嗯 不要亂做效果 我希望你可以做好一點的出價 所以我出價了大家 2200 好 我覺得你有一點sense 所以我可以估價的 欸請說 我覺得 你應該跟剛剛那個 有一半吧 1800 好 你是估價王嗎 現在要來請 我們的那個地產哥哥 3號的價格差一點點 好厲害喔3號 3號 3號價格 不過那個所謂的差一點點 還差了400萬嗎 還差400萬嗎 所以總價是多少 1800左右 欸那這邊車位 我們可以去問車位嗎 他的車位大概就只 300萬 1號 這邊車位都要300萬了 你跟我估這一個房子要600萬 你是有病嗎 那這樣租的話 這邊租的租金 車位是多少錢 預計大概5千塊 那邊6千塊 這邊5千塊 車位沒有差很多欸 那因為剛才那個樓盤的話 他如果的話 也可以找附近的地方租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在香港開一個停車場 我就發達了 是不是這樣嗎 香港有炒車位啊 炒車位 車位都要炒啊 很久以前就已經沒有炒車位了 炒車位欸 台灣有人在炒車位嗎 我跟妳講那個 車庫一過去望野無盡 全部都空的欸 在香港蠻很容易 兩車啊 兩車很難 對 我的家 我就是從那種 中上流社會 來到了這邊 有看出我的悲傷嗎 有看出我的悲傷嗎 你不知道為什麼 一進來這邊就覺得 有一點小小的壓迫感 就跟剛剛那種 感覺不太一樣 到底是為什麼呢 除了那個設計方面的問題 還有一個就是 他的樓頂比較低 因為這邊的樓頂啊 比較低啊 你看我手舉起來 都可以快碰到樓頂了 還差一些 還差一些啦 好啦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那我們上一集是 中上層的房子 希望我們之後可以看到 上層的房子 然後我們要再去看 下下層的房子 做一個超級大比較 如果大家有興趣看的話 那我是阿菜 如果你喜歡我的話 你們就幫我比一些手勢嗎 好啦如果你們喜歡這支影片 也覺得有趣的話 請幫我share出去 然後幫我按個讚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打開小鈴鐺 Follow我的Instagram 還有Facebook 大家掰掰 請訂閱我的頻道 鈴鐺 訂閱我的頻道 我的頻道 Relax Gina